Hi,Hello,我是小玲 我现在刚起稍微做一下沉洁护肤 一会儿就该去 上完课了 我前两天这边发际线这里都长了蛮多的闭口的 现在都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就过去了三天左右吧 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方法 我会先用一个比较偏保湿的精华水 在脸上拍个三遍 我自己用的是这个亚细兰带的樱花水 如果是平价一点的话 其实AHC加的那个蓝色的补水的精华水也是OK的 接着下一步呢 我就在长闭口的地方 涂上这个DOTA5的杏仁酸 我买的是6%的 下一步呢 我会再涂一个比较保湿一点的乳液 什么牌子都可以 我这里就不多做举例了 在下一步呢 我比较心情会再涂一个去斗精华 就是这个K乳 给它涂在我长闭口的这两个配置 你们看我现在 是不是已经看不到什么闭口了 皮肤都很好 所以现在沉间护肤的第一步 就是把昨天晚上涂的这个K乳 白白的 先用这个化妆水给它擦掉 不光是以前不太注重化妆水的这一步 但是后来看了很多韩国的博主 他们都非常注重化妆水 每次拍水都要拍上两三次 这样第一次擦完之后呢 我会再倒一点这个精华水 用化妆棉杖 拍拍拍拍拍拍拍 让它吃进皮肤里去 现在是早上 早上我这样轻拍就足够了 如果是晚上的话 我会用化妆水再进行一下施敷 我一般成天都是不再用洗面奶的 直接这样用化妆水擦一遍 再拍一遍 整个脸肯定就很干净了 再不能再用一个眼霜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么贵的眼霜 是这个兰威尔的修护眼霜 因为我在参加他们品牌的那个 21天眼霜挑战 就是要每天打卡图 21天看看自己眼部的效果 今天可能图到第五天 还是第六天了吧 现在就用后置摄像头 去拍一下我眼部的状态 对到了吗 应该是这样吧 OK 看我洗手机可是不是超级可爱 然后下一个就是精华 我今天用这个 滋生糖的美白精华 这个也是我收到的新品 也是在试用的过程当中 当博主最开心的地方 就是这个可以不停地收到 新品试用 而且比较幸运的是 我还不是一个敏感皮 是一个混油皮 皮肤的耐受程度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 就有一个小小的敲发环节 就是来给你们安利一下 这款SoFi的电动牙刷 其实有非常多的电动牙刷品牌 给我发邀请 为什么我会选中了他们家呢 第一个原因是 我自己本来就是用了他们家的 你说这不是巧了吗 看我原来这款 还要刻我的名字 确实是很好用的 第二个很抽我的点 就是他们老板真是太认真了 他专门录了一个视频 给我介绍他们的产品 你们看一眼 葬众小博主 是很难有这样的待遇的 所以我看的时候真的觉得 他们这个团队太认真了 回归正题啊 SoFi的牙刷是号称 牙刷界的软毛王 因为它的刷毛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细 又很软 它是国内唯一采用 日本空运进口的超软刷毛 这个尖端只有0.01毫米 所以对于牙齿敏感的朋友来说 就特别特别的友好 我之前一直在他们家 就是因为我比较容易上火 然后一上火呢 牙印就容易红肿 如果一红肿呢 再用硬毛牙刷刷牙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出血 所以我是专门去找这种 超软刷毛的牙刷 就可以避免一下 牙印出血的情况 他们就是国内唯一一家 专门针对于牙齿敏感的朋友 研发的一个品牌 就很适合牙印出血啊 牙齿敏感的人 他除了刷毛软 当然动力也很强 给你们听听他的声音 每分钟呢会震动48000色哦 就可以把牙齿的缝隙里面呢 都刷得很干净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非常出我的就是 女孩子嘛 都喜欢定制自己的专属物品 就像我之前的这一把 这个有一点 木兰底紫色的感觉 灰紫色 它套上去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用脏了 还可以换一个别的颜色 最后还有一点特别特别的贴心 Sophie他们家保修期是三年 如果你的牙刷在这三年内呢 出现了质量问题 都可以联系客服 给你免费的换新 别的牌子最多 也就一年的保修期 这个三年 我觉得真的是很良心了 我现在快速刷个牙 就要开始上课了 现在已经快到饭点了 今天我来客串一下美食博主 教你们一个超好吃 非常简单的烤鸡翅的方法 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 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饭的 但是这个烤鸡翅的方法 我告诉你们真的是 一次就上手 而且我真的觉得 就还挺好吃的 我先给你们安利一个 我买的小烤箱 这个非常小 很可爱对不对 而且它好像才100块钱 还是99块钱 反正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自己放在里面 小一点的鸡翅 可以烤 八个 大一点几时可以烤 十个 这个牌子是小熊的 非常推荐给你们 然后我们需要准备的 就是一袋鸡翅 然后就是超市 跟小卖部都可以买得到的 这个鲜耳凉粉 鲜耳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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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难了 再来就是家里都有的 蚝油 还有芝麻香油 生虫 然后还有就是料酒 再一个呢就是蜂蜜 最后呢 家里有胶原跟黑胡椒的 也可以贴上一点点 第一步呢 就是把这个鸡翅 正反凉面 先给切几道 让它更好的入味 突然变成了美食谷 麻辣得子 那我就是麻辣得子 然后我们现在来调烟料 这个鸡尾真的是太难摆了吧 来一勺鲜耳凉粉 然后呢再来半勺黑胡椒粉 一勺芝麻油 接着就一勺料酒 加两勺蚝油 你给我走开 走开 再加一勺的生抽 倒两勺蜂蜜出来 最后呢再撒上一点点的椒盐 把它搅和搅和匀 可以稍微尝一尝 这个酵的味道对不对 免得有些人就是不小心放错了 就很难搞 接着呢就直接把鸡翅丢进去 给它腌上 接下来呢就给它腌个一个小时 如果着急的话 其实45分钟也就够了 如果不着急的话 其实可以腌个一个半小时 更入味 反正就是很随意啦 接下来呢就收一下我的化妆台了 因为搬家的原因 我这些化妆品真的是乱七八糟 本来每个篮子都是有分类的 现在都混杂在一起了 包括这里也是一样 一堆没有准理好的化妆品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所以我今天就先试试看 可不可以先收一部分 我真的有很多就是像眼影盘啊之类的 只用过一次 或者只是试过色的化妆品 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呢 就在代步上告诉我 我就选三个不介意的朋友 给你们每个人寄一点 我今天应该暂时可以整理出来一些 肯定整理不完的 我们之后的视频还可以再约 在烤盘上铺上细薄纸 然后先预热一下烤箱 先预热个五分钟 因为我的烤箱比较小 所以我就把温度调在215度左右 220度左右 然后烤个25分钟 如果你们是烤箱比较大的那种呢 大概是200度到190度就OK吧 就是期间可以多观察一下 看看有没有烤焦或是烤葫芦 快烤焦的话呢 就给它关掉 其实我觉得鸡翅 就稍微有点焦的感觉是最好吃的 我今天腌得比较久 腌了有一个半小时了 可能会更入味一点 然后呢 直接把它 铺在烤盘上 这种小鸡翅 底下烤10个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这烤盘还是 不是烤盘 这个烤箱 还是蛮实用的 接下来我还想 拌一个拌面吃 不知道B站的兄弟姐妹 知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我是福州人 是不是身为福建人 我的普通话还是蛮标准的 我们那边的赏干拌面 是挺有名的 我觉得它很好吃 它是有点 配这个 这个酱是怎么调的 我也不知道 有点像芝麻酱 有点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好吃 我再烧个水 就把这个像花生酱 又像芝麻酱的 用水化开一下 把面捞个三分钟 来芝麻 超级香 我已经饿了 就是它烤到这种 有稍微有一袋一点点 那种焦糖色的感觉是 最最好吃的 好香啊 就是这次鸡翅 买的小了一点 如果是大一点的话 吃起来会更爽一些 这个真的超级好吃 真的推荐你们去试一试 好啦 以上就是我无聊又充实的宅家日常 希望那一道蜜之鸡翅 你们都可以学的会 哎 猫还是留不住的 如果家里没有烤箱的话呢 用平底锅给它煎熟 也是OK的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把我的儿子抱过来 说拜拜 拜拜 再见啦 拜拜